最近Deepseeker广泛影响了各个领域 各种Deepseeker家的玩法层出不穷 Deepseeker是基于公开数据训练而成的 在应付一些公共和通用问题时 能力确实非常强大 但如何让Deepseeker切入我们的私有领域 和我们自己独有的知识数据相结合 从而成为我们的高级私人助理 鉴于Deepseeker强大的推理和深度思考能力 如果能够有效结合 对于个人来说必将是如虎添翼 大大提高个人的工作能力和知识边界 这一听起来就是非常吸引人的方向 Deepseeker搭建个人AI知识库 网上已经有很多现成的方案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困难重重 首先就是技术学习门槛 因为现有的方案大多为本地部署 或者说API调用方案 都涉及到一定的安装和配置过程 对于技术小白来说 安装Docul 安装Olma这些软件 以及进行模型添加 API密钥配置等等操作 都会感到困难重重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摸索 经常会因为配置错误而导致搭建失败 其次成本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部分方案中使用的这些软件 是要付费的 很多API调用的成本也是很高的 而且本地部署对电脑配置要求也很高 至少得有个8G显存以上的英未打显卡 再对于预算有限的普通用户来说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第三个 在本地部署Deepseeker并搭建个人知识库 用户需要自行上传管理和维护 本地的数据存储 包括这些备份 恢复 防止数据丢失和损坏等等 这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需要一定的技术经验和知识 如果管理不善 也很可能导致数据的丢失或者是损坏 而无法形成有效的生产力 以上种种已经让我望而却步 做一个非IT专业的外行 经过这几天不断的学习和摸索 其他博主的体验饰品和重炒铁 我还是决定放弃了 因为就算自己能够部署成功 后续也不能够真正的发挥生产力的作用 最后可能也仅仅是体验了一把 经过我这么多天的摸索 终于发现一种适合普通人的方案 那就是大厂腾讯的方案 IMA Co-Pilot 这是腾讯去年10月份才刚刚推出的 个人AI知识库搭建方案 专门面对C端用户 我之前也没听过 因为最近官宣正式揭露Deepseeker R1模型 才接触到 目前IMA Co-Pilot已获腾讯QQ2级域名 这是否暗示着其地位与微信 QQ邮箱 QQ音乐等产品相当呢 毕竟未来的时代是AI的时代 腾讯也急需这样一款在AI时代 能够锁定C端客户的产品 所以这坚定了我使用它的信心 今天的视频 我将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使用经验 不得不感慨 在AI时代 只要运用得当 个人的能力将被无限扩大 这个视频请一定看到最后 对你的生产力提升 绝对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就是IMA的一个主页 然后现在支持在Mark Windows 以及微信小程序上使用 而且三端是同步的 就是知识库 包括你的这些聊天记录 使用记录都是同步的 安装完之后 就是在本地有个这样子的一个软件 这是它的一个软件的首页 在这里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 或者输入一个网址 然后在这边可以选择 浑原大模型 或者是Deepseeker R1模型 进行一个AI对话 那么主界面可以选择 这个网页去读取 也可以上传 支持PDF DOC JPG这种这些格式的文件 你可以自己去截图 截图识别 然后来截图图片 在左上角这里 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设置 因为IMA目前是跟微信生态绑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微信账号来进行登录 在这里有一个快速提问弹窗 就是我这里设置的Ctrl Shifter加空格键 弹出来之后 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快捷操作 然后这里有一个AI滑词工具栏 就是说你在任何场景下 可以选中一些词 然后它这个工具栏就会弹出 你可以选择在全局开启 就是说在任何场景下 不管是在什么软件场景下 只要选中了这个词 它都会弹出这个工具栏 那么也同时也可以选择全局禁用 就是说在任何时候选择滑词之后 它都不会弹出这个工具栏 也可以选择仅在AMA中使用 就是说仅在AMA中滑词之后 它才会弹出这个工具栏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网页默认用IMA打开 也就是说将IMA作为一个默认浏览器的功能 这边一般是不设置的 然后在下面有一个首选大模型 就是说你既可以选择浑源大模型 也可以选择DeepseekerRE大模型的深度思考 之前只支持浑源大模型 目前是支持DeepseekerRE的 在左边的第二个就是这个知识库 知识库上面有一个个人知识库 这边个人知识库 我们可以把平时收藏到的一些知识 全部添加到这个知识库里面来 添加到这个个人知识库里面来之后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知识 进行一个分类汇总 然后可以在这个 我创建的共享知识库里面 进行一个分类 比如说我这边有几个财税知识库 如何学好数学 以及精读高效能人士的 七个习惯这本书 那么这些单独的知识库 我们自己建的知识库 是可以设置它的权限的 可以加入新的成员进来 也可以进行一个分享 别人通过你分享的这个链接 就可以获取到这个知识库 也可以对知识库成员的这些权限 进行一个修改 这里有一个我加入的共享知识库 也就是说你可以加入别人的共享知识库 这边注意一下 就是目前这个存储空间 只有一季的空间 所以我们是需要经常性的去删掉一些 没有用到的这些文件文档 但是如果我们是加入别人的共享知识库 这些文档文件是不占用 我们自己的这个存储空间的 第三个就是有一个记笔记 你平时有一些笔记的话 也可以导入在这里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新建记录 然后通过左上角的这个加入知识库 或者是问问IMA进行一个对话 这就是目前它的一个整体的界面 比较简洁 还有很多代开发的一些功能 这里有一个历史浏览记录的这个窗口 可以进行一些历史记录的查看 搜索IMA Co-Pilot 然后这个是它的公众号 在这里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三个 然后这里有一个用户群 加入这个群之后 可以去进到一些这个社区的交流群 这里面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士 他们可以分享很多 他们自己的这个领域的知识库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 你也可以在这里回复知识库 然后它会跳转出来 很多就是已经现成的这个知识库 你可以点击进去进行一个加入 这是别人分享的知识库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加长菜谱收入 在这里就是别人分享的 这个加长菜谱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知识库 你可以点击这个加入知识库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这个IMA知识库这个小程序进去 这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账号登录的三端同步的 不管你是在Windows系统上还是Mac系统上登录过 然后用的同一个账号登录的话 在这个小程序端也是一样的 上面是自己新建的一个共享知识库 上面是加入别人的知识库 那么这个IMA Copilot如何跟我的这个微信生态打通 比如我们在平时看这个公众号文章的时候 我们要写一篇关于这个地产房贷利率的文章 我们就可以收一些 比如说房贷利率下调 这里有一篇突发房贷利率又下调到2.86%了 如果这些文章跟我要写的文章相关度比较高的话 我们可以在右上角这里点这个三个点这里 这边有一个用这个IMA知识库打开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白金一个打开了 打开之后它就会直接弄到我们的这个个人知识库里面去 然后我们继续再阅读这样子的 比如说这里又一篇 我们就可以同时同样的用这个IMA知识库打开 我们已经打开了两篇 跟这个房贷利率下降相关的文章了 我们再看一篇 这里又一个突发利率再降 我们又把它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知识库里面 但我们现在知识库里面已经有这三个 就是跟我们要写的文章相关的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电脑上来打开知识库 刚刚这个我的知识库里面已经收录了 这三篇跟我要写的文章相似的这个资料 相当于是资料 我们把这个组成一个新的知识库 就是在这个我创建的知识库里面 新建一个我要写的文章 关于房贷利率下降的文章 好 我要写一篇这个文章 那我们可以将这个新建一个知识库 然后点确定 确定之后 我们再在这里右上角这里 加入我们刚刚获取的知识 给它导入过来 然后它就开始在解析这些资料 解析这些资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基于这个资料来写一篇文 基于这个资料来写一篇原创文章 或者是原创的头条都可以 比如说我下个提问 请基于这个知识库写一篇 关于房贷利率又下降的头条 要求字数500字以内 并且不能被判断为重复性文章 让给它去写 然后它这里就找到了三篇 我们刚刚传入的这个知识 进行思考 它会就是认证阅读 我们已经未给它的知识 然后创造一篇新的文章 或者新的头条 并且要保证这个原创性 不被检测为重复性的 思考用了61秒 然后它就开始写这个原创的文章 或者是头条了 它提出全文497个字 在我要求的500个字以内 非常的精准 就是迅速的写出一篇原创文章了 基于你想要的内容 和想要的行业 这是怎么来深度利用微信的一个知识库 这只是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发现出各种各样的使用方法 那么我加入到IMA Co-Pilot的社群之后 我发现这群里面非常活跃的 都是很多的律师 这些都是律师在里面发言 而且他们还自建了自己的知识库 那么仔细的想想 确实这个AI大模型 对律师的辅助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可以快速处理和分析海量的 这个法律数据 包括这些庞杂的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 案例库等等 那么律师在这个判案的过程中 需要查阅大量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案例 这个AI大模型 它能够在短时间内 就从庞大的数据中提取出 它的案件相关的信息 就大大节省了律师查导资料的时间 那么有些律师他可能专注的领域不同 有些律师是专注于民法 有些律师是专注于刑法 所以律师可以利用 给自己建立一个个人的知识库 专注于自己领域的这么一个知识库 因为现在的AI大模型 都是通过这种自然语言的处理技术 它可以很好地理解律师的查询意图 并且精准定位到律师所需的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 律师如果出入一个关键词 或者是将问题简单描述下 他就能够通过AI 快速获取相关的这些法律条文 案例判决等等 不需要去手动翻阅大量的这些书籍和文件了 这大大提高的效率 裁判文书网也拥有最全的 法律案件的判例 如果把这种裁判文书网里面的判例 输入到我们的个人私有知识库里面去 输入到律师的个人私有知识库里面去 那么必将大大有利于他 在工作过程中进行一些 针对自己手上的这些案件的判断 那么比如我在这个个人知识库里面 创建一个专门阅读这本外文书的知识库 外文书阅读 那么点击确定 然后在这里导入我想阅读的这本外文书 个人知识库里面 比如说我要导入这个30个青少年故事 导入进来 他就开始解析了 我们这边也可以直接打开这本书 这本书有252页 全部是外文的 那么如果我们是直接来阅读 这样一本书的话 会很费力 很费劲 因为我们不懂英文 可能是没有那么熟 不像母语那么熟 如果我们借助AI的功能来 把我们阅读的话 我们就非常快速的能够阅读完这本书 比如我在这里 请把这本书的目录框架输出给我 用中文 他就快速找到了这本书 然后进行一个思考并输出我们需要的东西 然后他现在开始输出他的这个阅读结果了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